大陆演员邓超和孙丽是演艺圈模范夫妻档,结婚期年约有6岁儿子等等及4岁女儿小花,事业家庭良坚固,是众人称赞的好老公,好爸爸。 一向古灵精怪的她突然一转常态,PO出女儿哭个不停的影片,并写下,我决定习影,当个全职爸爸。 吓得粉丝们纷纷留言关心,影片内容是女儿趴在她肩上哭泣,不舍得她离开的画面,虽然只有短短20秒,却看得粉丝很揪心,扎着丸子头的小花趴在邓超的肩上,抽抽搭搭的哭个不停,让急着去上班的邓超丝毫没辙。 她一直哄着女儿说,好,不哭了好不好。好了,爸爸要进去上班了。 女儿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,也是爸爸的前世情人,看到女儿哭成这样,又怎么会不融化呢? 当邓超横下心准备离开时,她亲吻了一下女儿的脸颊,并眼眶泛泪。 而刹那间,女儿的两只小手将爸爸的脖子搂得更紧。 她到最后都哄不动,只能心疼地在女儿脸上吻了一下,以表示安慰。 有粉丝经问当真吗?千万不要啊,担心她是认真的。 以邓超爱开玩笑的性格,也有网民吐槽心里才怪,虽然粉丝反应不一,邓超随后又在自己的PO文底下留言,以开玩笑口吻感慨没法工作,这么深的感情,羡慕吗?别被孩子妈看见,会吃醋。 孙丽也迅速回应调侃,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态度就和平常差不多,让大部分的粉丝安下心,猜测应该不是真的要吸引。 不过,也有不少人心疼说看影片哭了,提醒邓超有空还是要多陪陪小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